《路加福音》第1章,26-56 耶穌伯懷孕第六個月,上帝猜遣天使加伯烈到加利利的拿薩納, 去見一個名叫瑪利亞的處女,她已經和大衛王的後代約失定了婚。 加伯烈向瑪利亞顯現說:「你好,蒙娟愛的女子,主與你同在。」 天使的話讓瑪利亞困惑不安,她努力思索者華的意思。 天使對她說:「瑪利亞,不要怕,你已經受到上帝的眷愛。 你要華人生一個兒子,要給她起名叫耶穌。 她將要為大,被稱為至高者的兒子,主上帝要把她祖先大衛的皇位賜給她。 她將要永遠統治以色列,她的國永無窮盡。」 馬利亞問天使:「我還是處女,這事怎麽可能發生?」 天使回答說:「聖靈要降臨在你身上,至高者的能力要任備你。 因此,將要出生的嬰孩是神聖的,她要被稱為上帝的兒子。 另外,你的親戚伊麗莎伯如此怒賣,又懷了人。 人們常說她不能生育,可是現在她懷了兒子,已經有六個月了。」 據上帝來說:「沒有什麽事不可能的。」 馬利亞就說:「我是主的侍女,願你所說的關於我的話都實現。」 天使就離開了她。 幾天後,馬利亞急忙趕去猶太山區,到薩加利亞居住的城鎮, 踏進屋裡問候伊麗莎伯。 一聽見馬利亞的問候,伊麗莎伯腹中的胎兒就跳動起來, 伊麗莎伯也被聖靈充滿。 伊麗莎伯歡呼起來,對馬利亞高聲說:「你在婦女中是最蒙上帝赐福的。 你所懷的孩子也蒙赐福,我怎麽會有這樣的榮幸,蒙我主的母親探望呢?」 一聽到你的問候,我腹中的胎兒就高興得跳動起來。 你是蒙福的,因為你相信主必會實現她所說的話。」 馬利亞說:「啊,我心還贊主,我寧恩上帝我的救主喜樂, 任她顧念她悲下的疲累,從今以後,萬代都要稱我為有福。 因大能者是神聖的,她為我成就了大事, 她憐憫敬畏她的人,直到世世代代。 她大能的悲望廣衡其事,她激繪心嬌棄傲之輩, 將君王趕下他們的寶座,卻高高抬舉卑微的人。 太陽飢餓的人飽享美食,卻叫附足的人空手而歸。 她輔助她的伯仁以色列,不忘記向他們施行憐憫。 任她曾這樣應許我們的祖先,就是阿伯拉罕和她的子孫,直到永遠。」 馬利亞和伊麗莎白同住了大約三個月,就回家去了。